冲破百万 郭台铭送交103万份联署书 郭伴会扛起支持者的期待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申请登记参选总统联署二日截止 郭台铭办公室发出新闻稿表示 总计送交103万6778份联署 郭台铭办公室强调 感谢民众的踊跃联署 每一张联署书都是对郭台铭 以及副手赖佩侠郭赖佩的肯定与期待 也是对郭赖佩的鞭策 郭台铭和赖佩侠会一间扛起支持者的期待 也会扛起中华民国永续发展的责任 为中华民国的未来打拼 郭赖佩的联署作业从9月20日正式启动 仅花两周的时间 在10月4日即突破30万份的参选联署门槛 但郭台铭仍未停下脚步 持续争取每一位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统计总共收到超过百万份的联署书 经由郭台铭办公室人员编号造册后 装箱并上封条 共有1036770大份联署书 在法定期限内陆续送至选委会 郭台铭办公室表示 联署作业结束后 各地联署站点金盘点 将转型作为各地竞选办公室或选民服务中心 继续提供选民服务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